2月6日,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专业人员走进西藏千年古刹大昭寺,为大昭寺的僧侄人员讲解消毒液的配对方法,及正确消毒、洗手、戴口罩等健康知识。 记者从大昭寺管委会了解,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大昭寺管委会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大昭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拉巴告诉记者,大昭寺冬季朝复信众及游客人数每天可达1.5万人次左右。 疫情发生后,大昭寺在第一时间关闭了游客及信众通道,及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拉巴说,大昭寺僧人员除了每天做好自身安全活动, 防护工作,做好室内各殿堂、僧舍、干部办公区域、宿舍区域和朝府路线的卫生清理、消毒等工作之外, 自觉配合卫生部门的疫情筛查、检测,带头做到不串门、不集会、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 据悉,自疫情发生后,大昭寺管偶会积极采购体温计、口罩、手套、消毒用品等防控物品和物资, 及时分发到每一位僧职人员手中。 同时,邀请卫生专业人员积极学习健康知识,防控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